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今天下午前往国家网工提求要求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的信函 以移交请愿书给国家元首 大批支持者在约下午2点30分左右在国家网工第三入口处聚集 那这部条高喊口号声援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 而在野党党魁前首相兼斗士党主席敦马哈迪 以及诚信党主席穆哈默沙布也受邀出席 马哈迪今天是在下午进入王宫把要求觐见性交给国家元首高级机要秘书 并在半小时后在国家王宫外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们不觉得不合理性交给国家元首相党 他们不觉得不合理性交给国家元首相党 但现在我们不觉得不合理性交给国家元首相党 现在中的年代并不合理性交给国家元首相党 现在人们不觉得不合理性交给国家元首相 另外巫统将在4月25日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 届时或将决定撤回对国盟政府支持的期限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导 巫统最高理事会定于4月25日开会将会讨论一些课题 包括授权党主席和最高理事会将决定一些事情 以及他们对国盟政府的支持